来个祷告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这位父神感谢你 让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你 在早晨的时间我们要仰望主 主求你 用你的真光照耀 使我们内心的黑暗 因你光的照耀 可以完全的消除 你保守我们在今天的敬拜当中 与主同行 并且聆听你的声音 领受从你来的恩典 求主保守我们的社会 许多让人意外伤心的 情况正在发生 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 智慧跟能力 来服侍这个时代的社会 当中各样的需要的人 求主也保守 我们有些弟兄姐妹 在生病难过当中 愿主你施恩帮助 你的手亲自来安慰 让我们在你的安慰当中 可以重新站立 我们将今天的敬拜 再次恭敬交在你的手里 求你全然来掌管 祷告感谢 奉告耶稣的圣名 阿们 阿们 各位弟兄兄妹平安 欢迎你们来到 我们神的殿堂 我们今天在这里 开始我们今天的崇拜 如果你以身体允许的话 欢迎请站立 我们一起来赞美 敬拜我们的上帝 耶稣以身体允许的赞美 耶稣以真配的赞美 耶稣以真配的赞美 谁能曾经在赞美 谁能赞美 智瑶以真配的赞美 智瑶以均为 祝你去赞美 祝你能赞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耶稣 拼着美的赞美 O耶稣 为你赔上几位 O耶稣 为你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上帝为你做了什么 或者是你们看到大自然 或者是看到上帝所创造的世界 是这么无力的美好 我们一同来开口 将我们的感恩 将我们的赞美 将我们的颂粮 来一同传达给上帝 O耶稣 为你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耶稣 为你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O耶稣 为你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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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述说你无意的荣誉 谁能侧用你无限的智慧 有点述说你的荣耀 就常穿扬你的座位 噢耶稣 比这黑的赞美 噢耶稣 为你配上敬畏 谁能侧说你无意的荣誉 谁能侧用你无限的智慧 你真诚的心相浮在你面前 开我的心眼 让我们看见 我看见你甘恨的心 与你守舍命过水 从你而来的温柔前辈 我的蓝天 你竟然在乎我 我的蓝天 你保险为我了 我的蓝天 你一尊贵荣耀为我冠灭 我的蓝天 你的蓝天 让你冠灭 我的蓝天 你的蓝天 让你冠灭 你真诚的心相浮在你面前 开我心眼 使我感觉 你甘恨的心 与你守舍命过水 从你而来的温柔前辈 我的蓝天 让你冠灭 我的蓝天 你竟然在乎我 我的蓝天 你保险为我了 我的蓝天 你一尊贵荣耀为我冠灭 我的蓝天 你的蓝天 你一过去 我所有假作 你的蓝天 你一过去 我所有徐败 你的蓝天 你一过去 我所有伤害 你自己的 我所有总赞 你赢我去我所有家庭 你赢我去 我所有家座 你赢我去 我所有重赞 你赢我去 我所有伤害 你利益 每个所有空白 我的任天 你竟然在乎我 我的任天 你保险为我了 我的任天 你一尊费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罪 你充满赞美 何等恩典 何等恩典 你一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罪 我的罪 你一尊贵荣耀为我冠冕 我的罪 你充满赞 你充满赞 你离 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 我们唯有 仰望 上帝的爱 唯有上帝的爱 能够来抚平我们的伤痕 来填满我们的不安 唯有上帝的爱 能够来遮盖这一切 因此我们真的渴望上帝的爱来充满我们 来祈求圣灵能够降下恩怨 圣灵降下恩怨 圣灵降下恩怨 借记依止我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你来充满我 充满我 充满我 用那温柔的依赖光照我 充满我 来充满我 时刻都充满我 圣灵因你的爱 我愿意生命 我好爱你 我好爱你 爱你的同在 充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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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那温柔的依赖光照我 充满我 充满我 爱充满我 充满我 充满我 来充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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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刻都 充满我 圣灵重来充满我 充满我 充满我 用那温柔的依赖光照我 充满我 充满我 来充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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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刻都充满我 主啊 主啊 求祢真的是 将祢的爱来充满我们 主啊真的是 求祢的爱来充满我们 心中的不安 充满我们的恐惧 充满我们的疑惑 充满我们的伤痕 主啊 求祢真的是 将祢的爱借由我们 在我们身上满溢出来 好 让祢的爱 借由我们 能够传给我们身边周遭的人 好 让他们的疑惑 他们的猜疑 他们的恐惧 他们的不安 他们的伤痕 也借由祢的爱 能够来充满 主啊 我真的需要祢的爱 求祢真的是充满我们 我们将祷告祈求 仰望不配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阿们 請各位一按站立 我们请司会来带领我们 做信仰告白 我们一起用宁西亚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 我们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 创造天地 一切可见不可见 万物的主 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 祂在一切的世代以前 从天目而生 从上帝出的上帝 从光出的光 从真神出的真神 是生的 不是受造的 与物同质同一 万物由祂来创造 祂为了我们人 不为了我们的拯救 从天降临 由圣灵 借同真女玛利亚出生五位人 在本丘比拉多任内 为了我们的十字架 受害埋葬 按圣经的记载 第三日复活 身冤 现在坐在父的右边 祂要在荣耀中 再临来审判活人与死人 祂的活无从无尽 我们信赏智生命的主圣灵 重复于此而出 与父子同受敬拜 同享荣耀 祂曾多先知假话 我们信一个圣公同使徒的教会 我们告白一个能够赦罪的洗礼 我们希望使人活活 白世的生命 阿们 好 请坐 好 好 好 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 有我们的新朋友 刘大鹏弟兄 请站起来 刘大鹏弟兄 好 好 好 没有 好 那这边不知道有没有人 没有 那个 有没有新来朋友 这边 左边 这边有没有 没有 这边有没有 有就请站起来 或带他来的朋友 这边有没有 这边 右边这边有没有 好 好 好 那我们跟隔壁的 跟他 好 打个招呼 好 今天有 那个本教会 好 那个 幻文直视 他要做见证 好 那我们欢迎他 好 各位兄姐平安 平安 我是曾焕文 那我在 今天要在这里讲 35年前 我曾经拜访 李导教会所看到的一个故事 好 这是琉球基督张老教会 他在屏東外海 外海 然后那个地方地处偏原 当那个时候 教会的 一段时间缺乏 住堂的牧师 那 环境疏于维护 所以 在教会周围 那个草 长到差不多 腰这么高 后来 牧师 那时候也台风 所以把很多的房子给 旁边房子也摧坏 牧师館 摧坏 礼拜堂 很多地方也摧坏了 情况是蛮严重的 那本宗的叶温和牧师 就看里头那一位 他夫妇到的时候 他们先跪下来 祷告以后 那就在礼拜堂里头 马上去找 就把行李放在礼拜堂 然后马上去找铸头 把镰刀开始处理 那有一段时间 就每天晚上 打地步 睡在礼拜堂的一个角落 那用这样方式来整理 那当牧师館的部分的屋顶 修理好了以后呢 那后他们再搬到牧师館里头 那我去拜访的时候 大概 燕牧师夫妇已经到任两年 所以那时候牧师館 已经差不多修好了 就是在右边这个地方 那看到有几只猫 关在笼子里 就是这里 圈圈圈起来的 那为什么 非常不可思议 师母的笑着说 这些养这些猫 因为那个地方有许多的老鼠 蛇 蜈蚣 甚至于是鸡子 所以要养这么多猫 来帮忙抓这些坏仇 当礼拜堂跟牧师館 慢慢修理好了以后 装上纱窗 那这些猫咪 没有办法像往常那样 自由进出 所以常常就会 很急要进出 就抓牌的那个纱窗 所以只好关起来养 在我去的那个时候 不久之前刚好 乡村福音队的他们到那边去 去步道 乡村步道 所以他们就杀了几只猫 请他们吃 那有一位 英国的宣教士巴托森 他就不小心就吃了一个猫眼睛 那天晚上都睡不着觉 因为他觉得有一个亮亮的眼睛 在肚子里转来转去 那除了教会内的服事之外 那夜牧师在那个地方很快的就成为 那地方的人士 因为那地方小琉球很多都是渔夫 渔民 那传难的时候 他们有一些的机会 有些时候 他们尸体都不敢处理 那牧师就常常出面去帮忙处理 他们就拜托牧师 那有人跌打损伤也是来找牧师 然后木瓜长不好 也是来牧师 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处理 在房子旁边牧师那时候种了一棵 那时候技术还不是很好 后来把木瓜是种的是先在地上爬一段 然后再这样竖起来 就结果的地方就很低 那海风就不会吹打 那木瓜不会掉落下来 用这样的方式 那海防部队那时候还没有保育的官员 他们抓了海龜就是绿溪龜 想要夾菜 把他翻过来不敢杀 就拜托牧师 牧师看他们那么想吃 就好吧 那就帮他们宰杀 那杀了以后他们就分给牧师一只腿 还有肠子 我吃过以后 那个肠子真的很美味 那过了几年以后 台湾的自来水馆接到了小琉球 以前他没有自来水 都是用井水 咸咸的 那我看到那个电视的画面 在第一排贵宾席 牧师又坐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不仅是牧养教会 也帮助那地方的村民 那时候小琉球一天只有两个时段宫殿 中午跟晚上各两个小时 那牧师就把握时间白天的时候 很多要修理黄色啊 要盼望会友啊 协助乡民啊等等的事情 那晚间优先的就是家庭礼拜 然后祷告会师班练习 夜间探訪 那最后他通常他们夫妇两个人 都是很晚的时候点着蜡烛 在那边读圣经祷告 还有利用清晨的时间读经祷告 在拜访的期间 刚好参加了两次的教会的祷告会 那在琉球教会 因为他是在琉球岛的靠中间 靠中间的那个尖端的高处 那视野蛮好的 然后祷告会之前 师母就带我到一个角落 他比了几个方向 他说那个地方现在有会有开始过来 哪个地方哪个地方他们过来 他们通常是因为节省用电 因为他拿了手电筒 最远的先开始拿了手电筒 然后再碰到比较近的 约在一起约在一起 大家慢慢慢慢的汇集过来 然后一边唱诗 然后一边拿着手电筒 那最远的碰到后面一个 他就把手电筒关掉 换另外一个 那这样一直走过来 然后我就在那边看一阵子 师母说你可以在那边看一阵子 真的有灯光 少数有灯光 有时候一闪一闪 他们就慢慢走到 走到那个山上来 那边唱着诗歌一边来祷告会 那祷告会完以后也是边唱着诗歌 然后反方向再慢慢慢慢的离开 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画面 那岛上的祷告会有三件事 到现在我印象很深刻 第一个是参加的人很多 那多到什么礼拜堂坐不下 所以有人要站在礼拜堂外面 参加祷告会 只是没有人坐在那个床台上面 可能台湾那里没有 那个油腿骨 那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家人 他们家四个兄长 因为船难都过世了 可是剩下的小弟跟老爸 他们没有还是当船员 他们没有出海的时候 一样跟着他们家的寡屋 他们家寡屋每个礼拜都是参加祷告会 那他们也都跟着他们家的寡屋 一起来才有祷告会 那第三是他们的祷告会中 后面会有一段时间自由分享见证 那头一个礼拜我还以为是 那是年度的感恩见证会 因为许多人非常踊跃的 要起来要分享 可是他们时间 因为有电的时间就那么短 两个小时 所以一定要在有电的时间要结束 而且他们分享的见证是那样的感动 那会后我就问燕牧师 燕牧师说每个礼拜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果然我参加第二次隔个礼拜的时候 也是满满的会友 见证也是那样的感人 那那个见证里面有一个见证是这样 有一个会友还是船员出海 隔天以后他就身体不适应 非常非常的糟糕 那船员也不是阴传 反正就很不舒服 严重到看样子要撑不过 船就马上掉头要回来 那不行要送医生 大概要撑不过去的时候 就流着泪 祷告以后拿起一罐可乐 然后就住屑就喝下去 马上身体就慢慢的反而下来 后来船也可以再折回去 继续再去补移 那另外一个见证是在大海中 那渔船故障 那刚好有墙内台风快要来 有台风警报 还没有回来 哇糟糕渔船故障 然后那个轮机里面有个零件 怎么装都装不上去 修理的装都装不上去 那很急啊 因为大风一来的时候 船没有动力一定是沉下去 那更何况是那个 大家都急急一直装 然后到最后 因为有几个是基督徒教会的 他们就哭着 祷告的哭 哭了以后累了就睡着 全部人都睡着以后 忽然间醒来 有人大叫说 怎么装好了 你装都我装都 统统不知道 不知道谁装好了 赶快把它螺丝锁紧盖起来 很快的把船开回来 刚好在大风前的回到琉球岛 所以这是整个 我在那个地方所看到的 我们本宗的牧师在那个地方 带领弟兄姐妹敬畏上帝 然后彼此相爱爱护灵舍 所流露出来的生活写照 变成了归于上帝 我们一起为 幻文直士 他的见证来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 在这么多年前 幻文直士 他到小琉球 亲生来经历 这个叶牧师 他在这个偏远的地方 他付出了爱 有很多的神迹奇事 在这个地方 主啊 我们也求你祝福 我们即将要去南园教会 开拓职的事情 主啊 也愿你的爱 也在那个地方来广传 能够成为附近居民 还有在这边工作的人的祝福 帮你的恩典 代代这样流传下去 谢谢 祷告奉主耶稣 您求阿们 好 那个 那个 我们 今天的消息 报告 我们请看 那个 周报 或者 那个PPT 那 石苏伊牧师 今天受职礼拜 下午三点 在 三楼礼拜堂 欢迎全教会弟兄姊妹参加 下 下礼拜天上午八点四十 以色拉查经 由高正级长老 带领 欢迎 银法竹根退休的兄姊参加 在 下礼拜下午三点 三楼礼拜堂 由 孙爱光带领的 这个 和平阳光管学音乐音乐会 欢迎弟兄姊妹参加 那 那个活动介绍在一楼招待处所取 端午节家庭礼拜的程序单 那 那个 有 那个 到三楼外 招待桌上去拿 可以 回家的时候 跟家人一起做礼拜 那 这个 2014 和平幸福之旅 艾之船 因为踊跃报名 行程已满 如果还没有缴交资料跟费用的 在 6月8日前半里完成 预期就由候补者来 递 递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怜悯的天父 感谢你的恩典 在这个充斥压力与暴力的社会中 你是我们的避难所 求你用你的爱吸引我们 天天从你的话语中得到灵命的喂养 时时亲近你 让我们在你里面有安息 求你 联敏 南韩28日所发生安养院与地铁纵火事件 造成极大的伤亡 为韩国急速发展中 老人与弱势受到剥夺 以至于屡次发生采取激烈手段的报复 造成无辜伤亡 祖阿联敏这个国家赐下平安与医治 北劫 北劫跌血案造成许多的仿效 以及创伤症候群 导致社会的不安 求你医治与安慰 也让我们更关心亲子的交流 让儿女享受到足够的亲情 能在受挫折中得到安慰 免于愤世疾俗 也让你的爱能够传播 求主祝福今天下午 时牧师的受职礼拜 使会有对他更多的守望与交流 保守教会各项的事工 清田品格营 台大爱心晚会 以斯拉茶经班 和平阳光管弦音乐会 还有幸福之旅等 也在端午节假期 回家探望外出旅游 出入都能蒙上帝的祝福跟保守 求主恩待今年大专毕业生 许明轩 王安雅 李承真 张博轩 林雨萍 江博浩 李英 黄品汉 张苏元 在他们前面的道路 无论到何处一生一世 都能继续寻求你 也医治安慰生病 与在患难中的凶解 能够得到安慰 求主眷顾 成群玉姐妹在学员传道会的服饰 恩待她面对工作环境变动 及带领小组上 都能得到真实的精力上帝 四下小组成员可慕的林 带来生命的改变 求主保守南港拓植的白羽防治 防漏处理 场地布置 扩展祷告会 加强开拓训练 祝福教会参访等事工的进行 也引导40天的开拓进食祷告 求主带领礼礼拜六 六月十五日开始的主日礼拜 成为南港科技园区蒙恩的开始 使人民来归向你 求主恩高 李俊佑传道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 跨越边界 开拓我们属灵的眼界 与参与拓植南园教会的尾声 成为拓植的守望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那下面是我们 我们尾声奉献 那 那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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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想要往壁推你去 耶稣的灵却不许 他们就越过美西亚 下特罗西亚 在夜间有异象 与保罗 现与保罗 有一个马其顿人 站着求他说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保罗既看见这异象 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 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 今天本堂 李军又传到要传讲的信息是 开拓是开拓系列第七 跨越边界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有一个外国宣教士 来到台湾宣教 那因为端午节要到了 所以呢我们的本地人 很高兴就送了一串肉粽给他 这宣教士就问说 你们这个东西 那个不是三角形 也不是正方形 到底要怎么吃 他就这个本地人就回答说 你这样拿回去 用电锅是水煮 蒸个三十分钟就可以吃了 哇这宣教士很开心 有东西可以吃 而且过这个华人的节日 他们就带回去开心的吃 第二天呢 这个就有人就问他说 哎呀昨天你有吃粽子吗 这宣教士就回答说 有啊 这个粽子真的好好吃 味道又很香 非常符合我的口味 哎不过有点点可惜啦 就是那个外面包的生菜 有点硬 在每一个跨越边界的 宣教士身上 他们最直接会面对的 一个问题或是困难 其实就是吃 吃在我们的生活里头 我们会觉得 它是一个日常生活 所面对的事 或是我们会觉得 它很平常 好像不是非常的重要 可是对跨文化宣教士 特别是你从不同的文化 到另外一个文化去的 一个宣教士而言 吃常常是一个大的问题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族群 或是不同的地理环境 它所造成的 这个不同吃的东西 所以有时候 好像这个就是一个 第一个要跨越的困难 对一个宣教士来说 过去我曾经有一个机会 到泰国短宣 那我们在那个地方 就听一个宣教士分享 他分享他来到泰国 这边最辛苦的一件事情 就是很不习惯这里的食物 过去他在台湾 吃得很清淡 然后也很喜欢台湾 这样吃的方式 可是到泰国的时候 你知道泰国有的人 是吃非常非常的辣 他说我们在台湾 辣椒是佐料 就是一个调味料 但是呢 在泰国有人把辣椒当饭吃 整锅整锅的炒 那有的人呢 他可能吃得非常的咸 甚至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偏远的地方 他们还会吃腐烂的猪肉 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宣教士就说 为了能够得到 进到那个地方 为了能够得到 那个地方的人 所以他决定 他选择他要尝试 做一个跨越 在他的吃的文化上 跨越过去 到当地的人的习惯 跟他们一起吃一起喝 这就是一种跨越 这就是一种跨越 我们有时候会想说 跨越也许就是 到飞机场 然后跨过国界 或是跨过河边海界 这个国界 我们只要跨过去 这样就是跨界了 可是事实上很多时候 真正的跨界是 你在心里上 所面对的那个障碍 那个障碍是很难跨过的 保罗在第一次 做宣教工作的时候 我们知道保罗当时 跟巴拿巴在安提亚教会 他们在祷告的时候 禁食祷告 然后侍奉主 圣灵就告诉弟兄姐妹说 你们要把巴拿巴 跟保罗拆派出来 为我做工 然后他们听见圣灵的话 就好好祷告 并且按手将这两位 拆派出去 拆派出去之后 他们果然就是在 第一次的步道旅行里面 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 在各地建立教会 很多人来信主 当然在那段过程里面 有很多人来迫害他们 他们也受到非常大的迫害 这是第一次的宣道旅行 那看起来第一次的宣道旅行 的确有一些 不容易跨越的事情 因为他们已经走到 其他的城市 而且也面对了迫害 可是第二次的宣道旅行 其实他也 这个保罗本身 他开始经历 另外一种不同的跨越 这个跨越可能是 比较是属于心理上的 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 我们常常称这段经文 叫做马其顿的呼声 表达说有一位马其顿的人 透过异象 应该是说异象里面 有一位马其顿人 来呼喊说 请你们过到马其顿这里来帮助 于是保罗从亚洲这边 跨越到欧洲这边 然后做了一个宣教的跨越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三十六节 一直到第十六章第十五节 也就是第二次宣道旅行的这一段期间当中 我们有看到一些不同的跨越 而且这个跨越 让他们在那边 有一些更多的调整跟成长 首先我们第一个来看到的 这个部分 第一个圣经说 当保罗跟巴拿巴 想要在过去建立教会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第一次步道旅行已经结束 回到了耶路撒冷 而且也跟使徒们有一些会议之后 他们在安提亚就开始想 过去我们所建立的教会 这些教会还好吗 我们想要过去看看 于是保罗跟巴拿巴就开始商讨 我们是不是来进行第二次的步道旅行 但是在这个时候 巴拿巴就选了一个人 叫做马可 哎呀 保罗说马可 你要马可要来 那就不要做这个宣道旅行 为什么 因为马可过去在第一次步道旅行的时候 曾经离开过他们 当然圣经没有讲说 这个离开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不清楚 不了解 也许因为马可 他身体不舒服 不适 没有办法适应这么艰苦的环境 也许马可他有一些挂念的事情 也许马可他可能能力不足 或者呢 他跟人没有办法很好地相处 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马可就在第一次的步道旅行当中离开了 于是第二次 巴拿巴想邀请马可 再一次来服事的时候 保罗他心里想 这个人可能不适合跟我们一起去步道旅行 于是保罗跟巴拿巴就开始的有一些争吵 有一些争吵 这个争吵之后 原本的宣道团队就一分为二 巴拿巴跟马可就走海路往塞浦路时 保罗呢 另外拣选了希拉就往北边 往从陆路这边开始走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一个团队服事 有一个团队服事 团队服事是我们在宣道工作 宣教施工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 一个人的宣教其实非常非常的辛苦 不仅辛苦 如果没有上帝特别的带领 常常是很容易丧失热情 或是丧失动力的 老实说也不是一个人 如果一个人做宣道 其实也不是圣经最主要的方法 当耶稣还在世上的时候 他差遣门徒出去 他给门徒能力 给他们权柄 给他们恩赐 要他们出去宣讲天国的福音 那门徒接受了这个信息 耶稣猜派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 不是一个一个出去 一个一个出去 你会想可能这样的数量 可以更多 速度更快 但是耶稣并没有这样子做 耶稣是两个两个猜他们出去 保罗的宣教也是这样 就是圣灵猜派保罗跟巴拿巴 后来圣灵猜派保罗跟希拉 总是用团队的方式在进行服饰 不是单打独斗 团队服饰是在这里的一个原则 因为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上个礼拜我有一个机会去系纸 拜访从南非来的一个平信徒宣教室 他过去是做家具的一个木匠 他在南非 他是南非人 他在南非信了祖之后 心里很有感动 原本他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工厂 他就把工厂收起来 然后就跟他的太太来到台湾 盼望可以来台湾做宣教的工作 我想因为他的专场 或是他的恩赐 做这个家具这个恩赐 特别他会带领人做家具DIY 这个恩赐可能在我们将来服饰的工厂上 是很有帮助的 我想我就来去拜访他 于是我就找了一个时间 跟当地的系纸的牧师约好 我们就要去了 可是心里头总是有一个难处 因为英文沟通 讲英文没有那么流利 但是没关系 反正就是开拓 我们在这个开拓教会 将来要在南港这边开拓教会 我们就是冲冲冲啊 冲冲冲冲 我们就去了 到时候再说 到时候再说 好 那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这个传道娘 就是我太太就说 你不想一下 我们的团队里面 开拓团队里面 有一个人他很会讲英文啊 他是从国外回来的 你要不要邀请他看看 我就想哦 对哦 我好像都没有想过 要邀请一个人 跟我一起去参与这个服饰 但是那个时候是上班日啊 上班日我可以邀请他吗 总之就是试试看嘛 所以我就打个电话 没想到这个童工 就非常的乐意 跟我一起去探访 这个南非的平信读圈教室 我想一想我们就过去了 感谢主 还好他有过去 太好了 他有过去 本来呢 那个英文乱七八糟的 只能够讲一分钟 可能我讲了十分钟 他还听不懂讲什么 但是因为有这个童工 讲了一分钟 三分钟 我们整个沟通的问题 就能通通解决了 感谢神 这个就是服饰 这个就是团队服饰啊 不是我自己所有的人都 所有的工作都我自己扛 因为我总是有一个困难的地方 或是我总是有软弱的地方 或是我总是有 不是我专长的地方 是别人可以来代替补足的 在宣教工作里面 其实很重要的观念就是 要团队的侍奉 团队的服饰 所以我们一个团队 一同参与在开拓教会里面 我们盼望这个团队 一起到那个地方 来服饰神 还有服饰当地的人 这是第一个 我们从保罗的宣道旅程当中 看见可以学习的 第二个当保罗来到路斯德 那边有一个门徒 这个门徒名叫提摩泰 圣经学者认为 这个提摩泰应该是非常年轻 他大概是大学生 我们现在大学生的年纪 大概20出头的年纪 虽然他看起来年轻 可是教会的弟兄姐妹 都很称赞他 非常的称赞他 因为他是非常优秀的 一个基督徒 在那个地方保罗遇见他 知道很有潜力 就带他一起去进行步道旅行 于是为他行了歌礼 然后带他一起进到宣教的旅程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他说 当保罗跟他的团队 尽力地把耶路撒冷 这些长老使徒们 所讲的规条 带给弟兄姐妹 然后认真的传讲福音的时候 圣经里面想 于是众教会的信心 越发坚固 而且人数天天增加 保罗在这个地方 很认真用心地传福音 他传的信息大有能力 我们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 也看到保罗说 我不以福音为此 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 有拯救的能力 有医治的能力 有改变的能力 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好像我们在讲说 我们要邀请人来教会 但是我们却不相信 福音是有大能力的 我不知道当我们传福音 如果我们不相信福音有大能 那我们到底我们传的是什么 过去我们有好几次 像音乐会 像步道会 或是像我们有戏剧 等等各样的服饰 我们邀请人来教会 有时候我们会很胆怯 想说来来来 教会这边很好 我们有一个很棒的戏剧 然后来这边 这边很温暖 教会很棒 有非常新的建筑 然后我们同工 我们的团队 我们这边真的是非常好 邀请你来看看 但是我们在这边邀请的时候 小心翼翼 然后把人带到教会来了之后 但是我们连耶稣是谁 我们都不说 有时候我们会很害怕 好像我们一讲了 讲说耶稣他是我们的救主 然后那个人就赶快跑了 我们会担心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很害怕 我们就不说 难道我们心中不觉得 福音是一个大能吗 我们心中不知道 耶稣的福音 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大有能力的吗 当我在东石跟 这个乡福的同工们 一起配搭的时候 特别跟这个牧师娘 陈牧师娘一起配搭的时候 我们就去到乡 我们就在那边跟他们聊天 每次牧师娘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讲不到三分钟 就马上就讲说 哎呀信耶稣真是好 你如果跟耶稣祷告 耶稣会帮助你 你如果来信耶稣 耶稣会拯救你 把你的罪都消除 我心里一想 我旁边跟着人 心里比他更害怕 因为觉得 哇你还没讲到三分钟 你就开始讲耶稣了 这个人会不会 马上就把你赶出去啊 但是没有啊 但是没有 当这个牧师娘 开始这样讲的时候 这个 不管是坐在那边的阿嬷 或是这个阿上 他们就开始去想 真的吗 我拜这个 某个王爷 某个谁谁谁 拜了那么久 这个耶稣真的能够帮助我吗 他就开始想 当然在那个 步道过程中 我知道 他们不是 就是一踏进去 就马上强迫 就这样子讲福音 他们是很长期待 时间在关心的 可是 在那个当中 牧师娘很认真 而且很勇敢 他就讲出 福音的大能 福音的大能 保罗在这个地方 也是如此 他就是带着他的团队 很用心的就是讲 福音的大能 有时候我们会害怕 但是 我们不要忘记 福音真的是大能 我们应该 在适当的时候 勇敢的来讲出来 第三个 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 保罗是顺从圣灵的引导 保罗跟他的同工 经历到亚细亚这个地方 圣经就描述 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 亚细亚比较靠近南边 这个地方 南边 保罗于是就往北边 然后往西边这方向走 然后到了美西亚的边界 本来想要往必推你 这个方向 往必推你这个方向 但是呢 圣灵禁止他们 不让他们往他们 这个方向去 我们实在不知道 为什么圣灵禁止 不晓得 也许现在研究可能会讲说 到欧洲 因为上帝要让欧洲的人 先顶受福音 才比较容易传回到亚洲来 我们不晓得 上帝有他的意识 保罗在那个时候 就顺从了圣灵的带领 那不只 圣灵不只是禁止而已 圣灵不是关门 然后就把所有东西都挡住 没有 圣灵的带领他们 走一个新的路 于是保罗在异象当中 看见了有马其顿的人来呼喊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在这样的带领当中 保罗就顺服了 然后就跨过这个海 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就是跨过海而已 但是好像后来的研究就觉得 这个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就是从亚洲跨越到欧洲去 顺从圣灵的指引是 宣教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 当我们开始 我们的教会开始要研究 到哪边去开拓教会 哪边我们开始筹划计算 计划 然后一直到现在 其实没有圣灵的引领 我们实在不晓得 为什么开拓的工作 一步一步一步 几乎都是安排好的 好像接得刚刚好 是上帝的带领跟工作 当我要从神学院毕业前的两年 那时候神让我有一个 开拓的负担 那我们就在学校里面成立了 福音开拓的团契 我们有几个同工就开始一起祷告 盼望将来我们用开拓的方式 来服侍神 刚好在我毕业的时候 我们的和平教会 有开拓的意象 也有这样的负担 于是我们就有机会 可以在那个地方来连结 当我来到和平教会之后 我们希望说 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 我们当然就去研究 去了解到底哪个地方是好的 是合适的 没有想到 北市区教会 他们也在研究 是不是我们可以找到 有人可以一起合作 来做开拓的工作 当我们开始一起合作的时候 我们去找地方 一开始还找不到 因为园区是上班的地方 上班族的地方 要不就是上班族的地方 要不就是住宅区 哪里来一个场地 我们好像找场地不太容易 当我们在找的时候 上帝突然间就给我们 一个非常特别的地点 这个地点就正在园区的前面 走路只要两分钟 三分钟就到 而且他非常地 非常地 人潮非常地多 从那边经过 又非常地明显 上帝在很多地方 非常奇妙地带领 好像一步一步一步 很巧合的 你说真的是巧合吗 巧合太多了吧 真的只能够形容是 上帝一步一步地带领 所以上个礼拜 上上个礼拜 我们还经历一个 很特别的事 就是我们在找住的地方 牧师馆 就找牧师馆 刚刚讲到 那个地方 就是上班的地方 如果住宅区 是有分两种 一种是非常豪华 因为是新的住宅 那个都跟过 新的住宅区 然后还有一个 是比较旧的社区 我们就想 如果要靠近教会 应该要找旧的社区 可是旧的社区 又不是非常容易 我们就想说 上帝啊 你给我们 那个一个 很近很近的地方吧 祷告完不久之后 上帝给我们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教会的楼上 因为想象说 这怎么可能啊 巧合到这种程度呢 因为那一栋楼 不是很大啊 上面不是几百户 然后刚好有一户人租啊 那个只是几层楼而已 刚好就有一户在那里 那我们只能说 就是圣灵一步一步的带领 在这个当中 整个宣教的工作 其实是需要圣灵的带领 如果不是圣灵带领 我们很难走 很难继续往前走下去 所以保罗他们就是 倚靠圣灵清楚的带领 知道前面的方向 一切都是神的带领 所以他们就按照圣灵的引领 顺服而走 再来我们看见保罗跟希拉 当他们到马其顿的时候 他们开始考虑要往哪一个城市 他们就有好好的考虑 后来他们就决定 要到马其顿的 马其顿的一个住房 罗马军事的住房城 这个人是贝利比城 保罗在传道的时候 往往都是到最多人的地方去 往往都是到最多人的地方去 他们都会到大城市里面 要不然就是到交通 非常便利的一个城市地方 因为在那个地方传福音 会更多人得着福音 有时候我们讲说 这样的情况 我们叫做效率主义 效率主义有时候我们会觉得 怎么那么功利啊 或是说现在很多人会批判 你这种效率主义 根本不是重视实质的需要 可是我能够理解保罗的实际情况 为什么他会这么做 因为你要知道古代的时候 做宣教工作不像我们现在 坐飞机票 飞机还帮你保险 而且你出国 还有什么这样的保障 没有 你知道保罗第一次步道旅行的时候 他在步道的过程里头 常常受迫害 甚至被石头丢到快死掉 其实他每一次走出去的时候 就是冒一个生命的危险 他出去的时候 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 他不知道这次出去之后 还有没有机会回来 不晓得你只能说大概隐约的猜测 也许可以吧 可是保罗不知道他什么时间会离开 他只有把握他现在现有的时间 能够多找几个人认识神 他就多找几个人认识神 于是他就往大的城市去 他就往大的城市去 因为大城市最多机会 可以让更多人信主 他就往大城市去 保罗也不是因为走到大城市 想说啊好这个地方人很多 所以我这边慢慢做就好 也不是这样 保罗实际上就切入 从小地方切入 他就来到河边 看见那边有人在聚会 就向那边的妇女穿婚衣 菲利比教会就是这样子建造起来的 我们看保罗他其实在这个地方 是有眼光 而且他是有非常强的行动力 这是我们可以一同向他来学习的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许想说 好保罗这样子进行 有圣灵的带领 他有眼光有策略 他不需要跨越太多困难 可是事实上 保罗他必须要跨越 许多内在的困难 我们讲第一个困难 这个跨越的边界 就是他必须要跨越 他的团队的想象 过去他跟巴拿巴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服饰佩达是非常好的 巴拿巴一起服饰 一起祷告 一起做工 他们一起被拆拍出去 做第一次步道旅程 甚至我们知道巴拿巴是 带领保罗回到 就是进到 耶路撒冷城 跟使徒们认识的这一位 他们在这么长的一段服饰过程当中 现在因为马可 分成两个不同的团队了 他现在要重新适应团队 他们要重新适应团队 我们在服饰的历程里面 我觉得我们常常会 有一种团队的想象 团队的想象 就是说我们如果跟某某人服饰最好了 因为这个人他又客气又温和 然后又很尊重别人 然后他的才华又好 又很有恩赐 我跟这样的人服饰真是好棒 过去可能有这样的经验 哎呀为什么现在来了一个新的人啊 为什么现在来了一个 哎呦这个没有办法佩搭的人啊 这个人怎么服饰的恩赐这么糟糕啊 那心里面就想象说 我的团队应该不是这样啊 我的团队应该是要非常棒的啊 然后呢就觉得 现在的团队非常的糟糕 保罗也经历这种情况 因为他现在开始要 要换一个人啊 要重新找一个新的可能性啊 在我们的开拓团队里头 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 我还不知道是谁嘛 我也心里在想说 哎呀会不会来参与开拓的人 都是那种穷穷穷 大家都很厉害 然后那种一讲啊 一传福音 然后就有十几个人信主的 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啊 哎呀就我没想到呢 我们来的人有孕妇有大学生 各式各样的 我超乎的想象啊 因为我心里头 或是我脑袋里头是 被我自己的团队想象所捆绑住了 我以为这样的团队才是最好的 可是没有想到 现在的团队才是最好的 因为现在的团队是上帝所赐给我的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开拓团队里头 我们发现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 但是我们在主的里面 可以同心合一一起服侍 保罗一定要跨越他的团队想象啊 因为他的过去的服侍经验这么好 现在要从新的人开始了 他一定要重新开始 我不晓得巴拿巴 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会唱歌的人 不晓得 但是我肯定希拉一定是一个唱歌蛮好听的人 因为当保罗跟希拉被关在菲律比的监狱的时候 他们一起唱歌 众囚犯 不是污子耳朵 众囚犯是侧耳耳听 所以希拉有一个特质是跟巴拿巴不太一样 他们是不同的人啊 他们必须是不同的被看待 他们有不同的优点 有不同的缺点 所以保罗第一个他跨越的就是在这种团队的想象里面 第二个保罗跨越的呢 就是传统的束缚 保罗第二个跨越的是歌里的问题 我们知道保罗后来呢 就把提摩泰带去受歌里 提摩泰受歌里 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如果真实看圣经 你会发现保罗其实在许多地方 非常反对受歌里这件事情 特别是把歌里当作得救的记号之间 可是为什么这个时候 保罗带提摩泰去接受歌里呢 我想可能最主要的原因是 为了让提摩泰在犹太人中间 可以比较有明确的身份 他比较容易跟犹太人 或是在这个服饰的里面 可以比较容易和别人传福音 保罗如果他很坚持 就是不能受歌里 那整个福音的工作就受到阻碍 对我们来讲 有时候传福音最大阻碍是 我们内在那种 对跟真理无关的传统坚持 不管是新的传统或是旧的传统 当我们开始要 在南港科技园区 开拓教会的时候 我们就心里想说 我们在那里的教会 应该要以华语为主 如果不是华语 应该也要以 因为那个是 这个区块的人 族群他们习惯的语言 但是有的人就不同意 长老教会 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 就是拥有优良文化传统 台语应该是我们认同土地的一个语言 所以我们应该要有台语礼拜 可是我们如果用台语礼拜 我觉得台语真的是非常好 我自己从台语的环境长大 我教我们的小孩也都是讲台语 但是我如果跟园区的人讲台语 他们能够听得懂吗 他们能够透过台语来认识神吗 这个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问题 保罗就是这样 他知道歌里本身 如果无关乎福音真理得救 那有或没有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保罗在这个地方要跨越一个 就是传统的障碍 传统的边界 然后跨越它 才有办法继续进行传病的工作 保罗第三个跨越的就是地狱的限制 特别是走到一个位置的地方 刚刚我们有讲到说保罗从特罗亚 就是从亚西亚这边走到马其顿这个地方 从现在来看起来就是 它从亚洲跨到欧洲是很了不起的 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看的地图 其实它就是跨过了一个海峡这样子 虽然这个距离不是很长 可是它意义很重大 我们知道地理的限制 或是地理的跨越 其实常常不是问题 其实心理的限制才是最大的问题 最早我们要开拓的时候 我们就是希望我们开拓的地方 是离我们教会开车距离 一个半钟头到两个钟头的距离 这样子的距离 因为如果太远 比如说到嘉狱到屏东 甚至到海外 我们弟兄姐妹根本没有办法参与 你就是看照片祷告 看待老姓祷告 或是奉献金钱 这样 这样是非常可惜的事 我们就是盼望可以能够连结 所以后来我们找到 在台北市南港区 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够近 很近 可是仍然有人觉得很远 因为坐车要一个钟头 坐车一个钟头 坐捷运转 那个公车要一个钟头 这两个月以来 我常常就是要从新店坐车到南港 单单一趟 就是一个钟头的时间 何况还有要带小孩 就是很远吗 真的很远吗 其实不远 花莲门诺医院 有一位外国的医师 柏罗兰医师 曾经讲了一句话 他说 美国很近 花莲很远 那个他讲的 我听见这个时候 我是花莲人 在那个时候 我心中很有感触 花莲就是台湾的一块土地 大家坐个火车就到了 但是我们宁可 舍这个四个钟头的路程 坐了十二个钟头到美国去 没有人要到 花莲这个平原的地方来 其实也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好像很远 其实是心里的障碍 那个障碍在心里头 你就觉得 我跨不过去了 我走不过去了 所以连南港 有时候你会觉得很远 为了证明南港不是很远 我要邀请大家来参与 七月六号的开设礼拜 如果真的很远 邀请大家就 不太有意义 因为太远了 让大家这个舟车劳 都很辛苦 可是它不是很远 所以七月六号 礼拜天下午三点 邀请大家一同参与 在开设礼拜里头 这个是我们教会 一同庆祝 有一间新的教会诞生的日子 这是一个开心的日子 好不好 我们在楼下 就是一楼的地方 有摆摊位 你可以在上面报名 这样我们比较容易知道 因为我们要订点心 要安排座位 我们比较知道人数 知道怎么样安排 所以这个地方不是很远 不是很远 我们应该要跨越 那个所谓心里头的障碍 走到这里来做宣教的工作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教会里面 开始这个M2的事工 就是开拓教会 这样的服事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不久之前 我听到有个童工跟我讲说 好像教会还有一些人 还有某一些人 他们在教会很久 可是他们从来都不知道 我们教会正在开拓教会 他们从来不晓得 搞不好我们当中 就有这样的人 你不知道 因为今天我在这边讲的 原来我们有开拓教会 我听了其实心里有一些难过 也觉得好像有点亏欠 一方面难过是说 对我们教会来讲 我们教会的意向是成为万民的祝福 照理来说 教会应该是要走出去的 教会应该是要走出去的 潘霍华在他的书里面写说 教会应该是要为他人而存在 教会不是为自己而存在 教会是应该为他人而存在 但有时候好像我们 坐在这边 享受上帝的恩典 我们常常忘记了 我们应该是要走出去 我们忘记了 我们应该要走出去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关心 M2的开拓事工 也许可以关心M3或是M4 这些都是我们走出去的一个 很重要的宣教的服事 也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 再过两个礼拜 整个开拓部的同工 就要全部移过去到南原教会 现在新的教会里面 我们教会里面会少一批 就是绝制要走出去的同工 会少一批这样的人 我有时候想说 好 这个时间点我们离开了 到那个地方 那和平教会 还会有人愿意走出去吗 难道我们M2的事工 我们开拓教会 就这样子就结束了吗 我想不是 我想不是 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人 你开始心理预备 这一次的开拓服事 我没有参与到 有没有可能三年后 五年后 你有机会 我们在开拓教会的时候 这个参与的人是你 你有没有可能开始思考 或是开始预备 好的 如果下次和平教会 再进行一次开拓教会 那我决定我要来参与 你愿不愿意成为这个 就是走出去的人 愿意出去服事别人 传福音给别人 跨越你自己原来的这个边界 跨越你自己心理的障碍 跨越你感觉 你自己好像走不出去的地方 然后走到人群当中 向人来传福音 亲爱的弟兄姐妹 跨越边界不是容易的事情 这个我得承认 我得承认 但是它真的是 就是我们教会本身 或是我们基督徒本身 它那个生命的本质 而且也是我们的使命 我们没有成为 这一次开拓团队的一份子 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开始预备自己 成为一个走出去的人 在今天的信息当中 说到在圣灵的引导里面 在福音的大能里面 我们应当要像保罗一样 成为一个走出去的人 好像马其顿的呼声 当保罗听见了这样圣灵的引导 他就愿意从这个地方 跨越到那个地方去 在这样的跨越当中 他很勇敢 他就走了 然后他就去了 许多的困难 然后就是跨越他 就是走过他 然后来服侍神 盼望更多的人认识上帝的爱 盼望更多的人被神来拯救 我们现在要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勇敢走出去 好不好 让这首诗歌也成为我们的心中的一个呐喊 是的 神啊 让我可以勇敢的走出去 我们不要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了 也不要活在自己这个狭小的世界 乃是愿意从舒适圈里面走到冒险圈里面 让这个世界有更多的人得到上帝的恩典 得到福音 不要再让那些人好像在那里受苦 然后我们都不去帮助他们 也都不去关心他们 我们应该跨越那个困难 特别是心里的困难 走出去来服侍 好不好 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歌 勇敢走出去 我并不完美 我并不完美 也并不特别 而你却是为我设计生命的主 我时常乱惯 我时常乱惯 有时为你活 但你是道路 在你的身上 从头上一次 我并不完美 也并不特别 而你却是为我设计生命的主 我时常乱惯 我时常乱惯 有时为你活 但你是道路 正义的生命 祝你要往哪里走 我就跟你走 令我走到世界尽头 一生不再回头 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 我们已祷告 让福星从我们开始 讲出爱 来到人群众 每点时间来老圣灵面前来祷告 或许也许我们 很习惯在教会里面 有团契的生活 有服侍的生活 我们习惯来到和平教会 我们习惯参加各式各样不同的聚会 会不会有一天上帝要呼召你 从我们原来这个地方走出去 到一个你完全不晓得的地方 那个地方是神要预备你 到那里做传兵的工作 如果你心中仍然抗拒着 或是烦恼着 有许多的阻碍挡在你的前面 好不好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跨越这样的障碍 有时候障碍挡在那边 上帝不把他挪去 并不是 并不是不要我们过去 可是上帝让我们学习走跨越的工作 我们要跨越自己内在那种 没有办法走过去的困难 好不好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 来向他祷告 主啊如果你呼召我 我愿意做这个跨越的工作 不管这个跨越是就在我的身边 或者他可能是到其他的城市 或者是离开这个国家 求神来带领我们 好不好我们就来向神祷告 谢谢大家 再唱一次这一首《并不完美》 我并不完美 也并不能变 而你却是为我设计圣灵的主 我时常染过 有时会迷惑 但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主你要往哪里走 我就跟你走 令我走到世界尽头 一生不再回头 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 我们的祷告 让父亲从我们开始 将主爱和大人群传 主要往哪里走 我就跟你走 令我走到世界尽头 一生不再回头 让世界听到我们敬拜 我们的祷告 让父亲从我们开始 将主爱和大人群传 亲爱的主 我们在你面前来祷告 我们每一个人 有生无生的开口 主你都了解 有时候我们心里害怕 我们心里胆怯 不知道要怎么样走 主 但是我们深信 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智 我们愿意勇敢 主你就必牵引我们走 这个传福音 而且走出去的道路 主让我们不只是领受 从你来的爱跟恩典 让我们也愿意走出去分享 主你的爱和恩典 主啊 因为你的爱是遍及在这世上的 愿你听我们的祷告 赐福我们因为弟兄姐妹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以及圣灵的感动 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 帮助我们跨越我们的边界 走向人群 祷告感谢奉号耶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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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祷 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可以留步 有同工为你祷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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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